我的天,这也太厉害了吧,为什么这种事每次都结束了我才知道 刚刚看到咱们家的九五博销路发的内容,2024年第一个小项目,小时期盛光出生了 啥,你们又背着我偷偷捐了一条路 这条路不仅对村民,而且对青少年学生上下学,也能提供很好的便利 更让我感动的是,小时期历时只有一个小时七分钟,破了以往所有的记录 我去,这速的快乐真的是,我还没来得及知道就已经结束了 其实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捐赠了很多条的路 还有博销信号站 还有一座座盖起来的博销希望小学 那些总是冲在最前面的博销爱心物资 不为别的,就会看到他们两个名字在一起